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就接着上一节内容 来给大家继续讲解有关朝鲜半岛的故事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提醒一下亲爱的观众 有关文路之一的主要内容 现在其实还并没有真正的开始 现就段的故事我们还是处于一个导渡状态 为了让大家能够对文路清长之一 有一个更加完整的了解 我们是打算先把有关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历史背景 以分成多个基础片的方式 来给大家提前做一个普及 我们的这个频道是以日本历史为主 除了文路之一以外呢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有关日本战国时代的节目 而这些节目基本上都是以家族为单位来进行解说 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 如果对战国历史感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去浏览一下我们其他的影片 当然如果想要支持这个频道的观众 不妨可以去选择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 我们是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了 有关朝鲜半岛在公元前一些年 到公元700年左右的历史 而在节目的后半段 我们则花了主要的篇幅 来讲解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局势 在公元660年 新洛军事联合唐帝国 共同消灭了朝鲜半岛西部的势力白济 而在公元668年 唐和新洛是再次联手 一起消灭了当初在满洲一带的势力者 高国历王国 此后的满洲和朝鲜半岛一带的领土 则是各自被唐帝国和新洛所划分 在这里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在高国历被灭亡以后还不到30年的时间里 在满洲一带时又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王朝 叫做渤海国 而这个渤海国的存在 也是如今中方跟韩方所谓的民间爱国者之间 互相争论的一个话题 双方的民族斗士都认为 这个渤海国是属于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 我们在这里就撇开民族主义历史观 我们现在就来以单纯的客观的历史角度 来简单的看一看 这个渤海国的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渤海国建国的时间 是在公元698年前后 而建国的国王则是一个叫做大作荣的莫和人 我们在上期的节目中有给大家讲到过 在高国立王朝建国的早期 他是统合了当时满洲周边众多的少数民族 而当时的莫和一族则是同样被包含在了其中 根据中方的史料 新唐记和旧唐记记载 大作荣所属的这个莫和一族 他原本就是属于混合民族国家 高国立王朝里的一个分支 而大作荣他这个人本身的存在 也是跟中印地区的汉人或者华夏民族 完全没有任何血缘上的关系 在公元668年 高国立被唐帝国所消灭以后 原高国立的领地 设备并入了唐帝国的国土范围之内 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非常的久 在公元690年前后 当时名义上唐国的皇帝唐瑞宗李旦 最后是被自己的母亲武则天所罢免 之后武则天是篡夺了唐帝国的皇位 从而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政权 叫做武周 而就在武则天篡位建立武周以后 还没有过多久 在当时和满洲接壤的辽东一带 当地的既旦人领袖李靖忠还有孙万荣 是在公元696年联合居病 都由武则天这个女性 所率领的武周王朝发起了反抗 而这一场由契旦人所主导的反抗运动 在历史上是叫做武周叛乱 也叫做契旦之乱 由于契旦之乱所爆发的地点 正好就位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中间地带 所以在李靖忠还有孙万荣等人 在跟武则天展开大乱斗的这段期间里 满洲一带的原高国立领土 是处于了一个和武周政权完全分隔的状态 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原高国立旗下的默和人大作荣呢 他就是抓住了一个这样的好机会 开始慢慢筹划带领自己的民族 脱离中原的控制走向独立 由李靖忠还有孙万荣所领导的契旦之乱 大概是持续了一整年左右 在战斗前期一直没有办法获得胜利的武则天 是在公元697年的4月 派出了将近25万人的军队 向契旦人展开了最后的进攻 在汉人军队数量上的碾压下 人数属于烈士的契旦棒最终还是被武则天所镇压 但是在成功平定了契旦之乱以后 还来不及新竹的武则天 这个时候则是把他的矛头 紧接着又指向了满洲地区打算独立的默和人 在公元698年 武则天派遣了契旦人的降将李凯顾 率领了超过15万人的军队 向满洲一带由默和人 还有高国立王朝的移民所建立的独立军展开了袭击 索尔就爆发了一场亚洲历史上非常重要 但是却不被现代人所关注的战役 叫做天门岭之战 在这场天门岭之战中 面对武则天大军的来袭 由大座容所领导的满洲少数民族军 是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而正是这一场天门岭大截 也是为之后伯海国的建立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于公元698年到公元699年 伯海国正式建立 这里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伯海国刚建国的时候 他的名字并不叫伯海国 而是叫郑国 郑国保持独立王朝的时间大概是持续了15年 在公元713年前后 郑国为了确保不再继续受到来自中原方面的威胁 国王大座容是开始和后来的唐玄宗之间 建立起了友好关系 并且表示愿意主动让郑国成为唐国的从属 同样也是在公元713年 身为国王的大座容是接受了来自唐国的策锋 并且正式把自己的国号改为了唐国旗下的渤海郡 虽然郑国是改名为渤海郡 但是这个时候大座容旗下的墨和人 仍然是享有完全的自治权 而在成为唐国从属的这段时间里 渤海还跟朝鲜半岛的新罗之间建立起了贸易关系 在终于远离了战争和动乱的环境下 新成立不久的墨和政权 其经济和政治是开始逐渐走向稳定 但是在渤海国的第二任武段派统治者 渤海武王上位以后 他是又决定带领渤海国再次脱离唐帝国的控制 走向独立 于公元732年 渤海国的军队是集齐了唐国的登州一带 也就是现在的山东蓬莱周边 面对渤海方面的抵对行为 唐国决定对渤海国展开讨伐 从而就爆发了历史上所谓的登州之夜 于公元735年 按照唐的要求 朝鲜半岛的新罗是和渤海国之间正式断交 只有唐国是联合新罗 共同对渤海国展开了攻击 但是这场军事行动 新罗和唐国之间却并没有配合得非常好 唐军原本的计划是在当年冬天过去以后 再向渤海展开进攻 但是在新罗军方面 他们却并没有遵从唐军的安排 新罗军是在冬季到来之前就已经率先出击 结果在新罗军来到渤海国的领地以后 当地时突然出现了暴风雪 在热烈天气的围困下 新罗军主力在还没有跟对方展开交战的情况下 就几乎冻死了一大半的士兵 在公元736年 唐国派遣了超过10万人的兵力 对渤海国展开了进攻 但是在最后 唐军却并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战果 而在另一方面 在数年后的公元740年前后 唐帝国内部的政治则是开始逐渐走向腐败 根据新唐书 旧唐书 还有自治通鉴方面的记录 当时的唐宣宗在进入老年以后 是开始逐渐荒废朝政 老年时期的唐宣宗干过的事情可谓是匪夷所思 例如将全国百姓一整年的纳税 全部送给自己的亲信李丁府 以及宠爱杨贵妃不务正业 然后将政权全权交给手下的奸臣 长达16年等 在唐宣宗在位的晚期 唐国的军事是在一步一步的倒退 而原本繁荣向上的唐国社会 也是开始慢慢的走向了名不聊生的境地 除此之外 由于政治上的腐败 以及军事力量的倒退 当时的唐帝国也开始逐渐失去了 自己对西域领地的控制力 在公元751年 唐帝国的军队 是和阿拉伯一带的阿巴斯帝国主力 在中央内陆的塔拉斯河畔 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交锋 而这场战役的名字 在历史上也被叫做塔拉斯之战 在这场战斗中 唐帝国是全面败背 如果把阵亡人数和被捕人数加起来计算的话 那么唐帝国在这场战败中损失的总人数 很有可能是多达7万人以上 而在西域的战斗遭遇败北还没过多久 于数年后的公元755年 唐帝国内部是又紧接着爆发了安史之外 有关安史之外爆发的具体原因 我们在这里就不给大家细讲 在这里呢 大家只需要知道 安史之外所持续的时间 是整整超过了7年以上 而在唐军主力和安禄山政权交战的过程中 根据后来的历史学家所预估 整个中原地区因为战乱 饥荒还有瘟疫所导致的死亡人数 包括平民在内应该是超过1300万到3600万人之间 而安史之外的爆发 也是成为了唐帝国有声转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由于唐帝国的国力大不如前 在安史之外爆发的期间 当时处在满洲的渤海国 不管是在实质上还是在民意上 都已经完全脱离中原走向独立 但是渤海国的独立 在后来却并没有引来唐帝国的再度侦讨 原因很简单 像我们之前所说 由于唐帝国在先前经历了习一队战败 已经整整七年的安史之乱 当时的社会和经济都处于中毒疲劳的唐国 是完全没有余力再次发动对外战争 而面对渤海国的独立 当时的唐国也在无奈之下 是默认了其作为独立王国的身份 而随着唐国的游胜转衰 另外一个王朝也同样开始出现了 类似的走下坡路的情况 而这个王朝就是辛洛 由于先前辛洛军主力 在进攻渤海国的行动中是遭遇了大败 而辛洛的社会稳定 也随着这场战败是受到一定的冲击 为了防止北边的渤海国 会趁机对朝鲜半岛展开入侵 辛洛王朝在后来又接着花费了大量的资金 并且动用了超过数万人的劳动力 在边境线一带建立起了一座长达300公里的长城 虽然建造这一座长城 在后来的确是起到了阻碍渤海军南下的作用 但是为了建造这座长城 辛洛国内的民生压力也是进一步的被加重 在安史之万爆发以后 辛洛王朝的跨国贸易是又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而在公元750年前后 又在自然灾害的影响下 辛洛国内是又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大饥荒 根据三国史记所描述 由于朝鲜遭遇连年的欠收 导致粮食储备极度的缺乏 为了冲击 当时的朝鲜民间 甚至还出现了大量百姓人肉相食的例子 而紧接在连年饥荒之后的 则是大规模的瘟疫和疾病 在战败 经济衰退 自然灾害和饥荒 外加瘟疫恒星等众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 当时的辛洛王朝是开始完全陷入混乱 而为了逃离这个有如炼狱一般的国家 住在辛洛沿海现场的百姓们 是开始成军结队的从海陆 偷偷前往当时处于平安时代的日本 在这群难民逃到日本以后 当时的日本朝廷也是非常的宽容 对于这些偷渡来日本的辛洛难民 日本方面最后是全部予以了收留 并且给予他们和当地日本人一样的身份 而在辛洛方面 紧接着大饥荒和瘟疫之后的 则是朝廷内部的腐败和分裂 在先前的公元七十级中叶 也就是辛洛最初和唐国经历起同盟关系的那段时间里 辛洛是全面吸收了来自于唐国的官僚制度 虽然在唐国官僚制度的影响下 有才的人能够通过考试的方式 得到相应的提拔和官位 但是在安史之外爆发以后 辛洛王朝的王族们 由于害怕有才的人会抓住社会动荡的机会 向自己掀起反抗 于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中央集权 他们是开始摒弃唐国的官僚体系 然后改回辛洛早期独有的 比较原始的股品制度 什么是股品制度呢 说简单一点 股品制就是按照血统 来把每个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 来进行一个分类 按照当时辛洛的规定 股品总共是分成了五种 其中最上位的是有着辛洛王族血统的人物 这种人叫做真骨 而在真骨以下的 则分成了六头品 五头品 四头品 还有平民四个党位 而在股品制度的影响下 在当时朝鲜社会中 个人所享受的各种权益 像是官职的任命 结婚自由 服装种类 出门是否可以乘坐马匹 佩戴的装饰品 甚至是住所的地点 这些全部都受到股品等级的限制 而且是一生都没有办法改变 辛洛在当时推行股品制 虽然在表面上 只可以做到把所有的权力 重新都集中到辛洛王族自身的手上 但是在实际上 这种做法却是南辕北辙 反而大大加剧了 平民社会以及外来贵族的不满 而这一所讲到的外来贵族 实际上指的是那些 在先前国家灭亡以后 前来投号辛洛的 袁百纪和袁高国立的贵族 在股品制的影响下 袁百纪和袁高国立王族的社会地位 是突然变得非常低下 换一句话说 他们是完全失去了 所有上流社会的权利 由于对辛洛股品制的改革感到反感 以袁百纪和袁高国立王族 为首的叛乱是开始层出不穷 在当时的辛洛 辛洛还完全没有从饥荒和瘟疫中得到好转的情况下 辛洛各地的豪族还有祝侯们是纷纷撑乱群起 辛洛的王族们为了镇压这些叛军 以保护自己的权利 他们也是完全不顾民间的状况发起了内战 随着战争的爆发 辛洛社会开始进一步瓦解 辛洛这个王朝也是逐渐走向了自我灭亡的边缘 辛洛陷入全面混乱的状态 是持续了超过半个世纪以上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社会动荡以后 整个辛洛的农业经济还有教育是严重倒退 在没有书可以读 没有田可以种 没有正常的工作可以糊口的情况下 当时辛洛国内大量的百姓是开始逐渐暴徒化 为了生计 数以万计的辛洛人是资源成为了山贼和海盗 在公元800年到900年这大概一整个世纪当中 当时在日本海还有黄海一带活跃的海盗 基本上全部都是辛洛人 由于地理位置相当靠近的关系 当时受到辛洛海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就是日本 在公元九世纪期间 日本各地沿海遭遇辛洛海盗袭击的事件是超过上百起 我们在这里呢就放几个相关的记载 好让大家来对当时辛洛人专门针对日本的海盗活动 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这些例子我们就不去一一口述了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暂停观看 辛洛海盗持续骚扰日本的这段历史 在日本方面是被叫做辛洛入口时期 由于辛洛海盗会经常针对日本的渔村进行烧杀抢掠 所以最后导致日本西部的渔民们都不敢在沿海地区居住 由于先前日本是无条件地接纳了大量来自辛洛的难民 结果如今的辛洛人却是恩将丑暴 对日本的沿海线进行劫掠 所以在当时的日本民间社会当中 老百姓对辛洛人的评价是非常的恶劣 介于民间对辛洛人强烈的反感 日本朝廷在公元845年时颁布了一条新的法规 日本方面在之后会全面停止对辛洛难民的接受 而今后来自于辛洛的船只 不管是商船还是官船 也都一律不许在日本海岸靠岸 这个换一句话说也随着双方之间正式进入了一个非正式的断交状态 而为了遏制辛洛海盗的骚扰 日本朝廷在之后也同样陆续加强了沿海周边的兵力 在日本加强了边防设施的情况下 在公元9世纪末到10世纪初期 辛洛海盗在日本海域劫掠的现象是发生了明显的减少 于辛洛方面 在海盗事业受到打击的同时 辛洛国内的社会混乱也是再一次发生了恶化 在公元887年 按照当时辛洛落后的孤品制度 辛洛的第51代王位 是传给了一个有着辛洛王族血统的女性 而这个女性则叫做真生女王 女性执政在朝鲜历史上可谓是屈指可数 跟辛洛的第27代王 善斗女王的丰公伟纪相比 真生女王这个人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哪四个字呢 淫荡无能 我个人其实非常抗拒在文稿里 用淫荡无能来形容女性 但是在现实的历史当中 真生女王她实际上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根据朝鲜三国史记 以及其他的相关文献所描述 真生女王在位期间 她是一直都跟自己的叔父同床共争 而在叔父去世以后 真生女王为了弥补自己内心的欲望 她是要开始秘密着急 宫中长得比较俊气的未成年男性 然后日夜对其进行剑影 除了信誉旺盛以外 为了确保自己在物质生活上的满足 真生女王时常还会向手下的官员们收取贿赂 而至于整个国家严峻的朝政以及民间涉及 真生女王可谓是任其发展 完全不管不顾 由于新洞王位最后是由女性所继承 而且这个女性领导者在上位以后 仅仅只是加速了国家的恶化 所以当时原本就对新洞王朝 充满怨恨的各阶层领主和贵族们 也是因此更加激化了其内心的反抗欲望 公元892年朝鲜半岛南部的 一个叫做真宣的农民头领 在大量之同道和百姓的支持下 是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平民政权 叫做后百纪 而在数年后的公元901年 在一个叫做公益的新洞没落贵族的领导下 另外一个政权也同样成立 而这个政权则叫做后高国立 随着后百纪跟后高国立的成立 朝鲜半岛的局势 是开始进入了历史上所谓的后三国时代 在朝鲜半岛进入后三国时代的同期 新洞王真生女王驾崩 而既然真生女王王位的孝公王 则同样也是一个不务朝政 沉迷于酒色的无能之辈 面对新洞即将走向灭亡的危机 孝公王是完全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 而抓住新洞持续堕落的机会 后百纪跟后高国立的军队 是开始同时向新洞领地展开了进攻 而在双方进攻新洞的期间 针对领土划分的问题 后百纪跟后高国立之间 是又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之后双方是一起放弃了新洞 而展开了互相交战 在双方交战的过程中 后高国立是一直处于上风 而在针对后百纪的一连串战斗中 后高国立军中的名将王剑 是开始逐渐脱颖而出 在王剑的带领下 后高国立军在战场上是连战连胜 而除了擅长带兵打仗以外 王剑个人也是有着非凡的个人魅力 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后高国立的群臣们以及士兵们 在私下对王剑的评价都是非常的高 由于士兵和群臣都非常爱戴王剑 所以原本建立后高国立政权的新洞贵族公益 则是把王剑视作为一个严重钉 在后来公益于案中曾经试图派人杀害王剑 但是最终计划败露 由于公益企图暗杀王剑的阴谋为众人所知 所以公益作为领导者的口碑 在国民当中可谓是一落千丈 根据朝鲜史料高历史所描述 在公益的暗杀计划败露以后 后高国立的将领们都各自占到了王剑的阵营 并且众人决定废掉公益 然后立王剑作为后高国立的新领导者 在听到这个传闻以后 士兵和百姓们是都纷纷前来 聚集到了王剑的宅地已表示中心 而当时聚意在王剑门下的总人数 据说是多达数万人 在得知王剑等人模范以后 公益是连夜逃出了皇宫 在他逃亡的一路上 公益因为肚子饿 然后偷了路边百姓人家的粮食 结果被百姓所发现 最后公益在还来不及辩解的情况下 却被报名用斧头给砍死了 于公元918年 公益的后高国立政权宣布瓦解 而在此基础上 由王剑所建立起的新王朝 其名字则叫做高立王国 所以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已经基本上了解了 朝鲜历史上所谓的高国立 后高国立还有高立 是三个完全不一样的存在 虽然在历史上三者之间 是有着非常微妙的联系 但是就身份来说 三个政权之间是属于完全独立的个体 在高立建国以后 朝鲜半岛三方之间的战争局势 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于公元935年 在后百级的国内 是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政变 而政变的守谋者 则是后百级领导人 真宣的长男 真神剑 在真神剑发动的叛乱下 他的父亲真宣 最后是被迫流亡到了高立 而高立方面 也是非常大方的 对其进行了收留 在935年同年末尾 当时国立已经完全耗尽的新罗 在其最后一轮国王 近身王的角色下 新罗王朝全国上下的君臣 是一起向国立强盛的高立宣布投降 到此为止 从公元前50年开始 一直持续了将近1000年 整整经历了56代王位的新罗王朝 就此正式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在高立吸收了新罗的领地以后 于第二年的公元936年 高立均是又紧接着 击败的因为政变 而导致肉体化的后百级 而随着后百级的灭亡 高立王朝也算是成为了 即新罗之后的 第二个完全统一朝鲜半岛的角色 这里有必要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在中世纪前期到近现代 也就是公元6世纪到公元19世纪的 是大概1300年的时间里 朝鲜半岛上是总共经历了 四个统一政权 第一个是公元668年 到935年的新罗政权 第二个是公元936年 到1392年的高立政权 而在高立政权期间 由于蒙古人的侵略 高立王国是为原帝国 吞兵了大概半个世纪左右 由于蒙古人在当时 是直接统治朝鲜半岛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还是把原帝国 这个蒙古人的政权 算到排列当中去 而在蒙古帝国灭亡以后 高立是又重新复国 但是在复国以后不久 高立是又紧接着 被李氏朝鲜所取代 在高立建国的同期 中原地区持续了 两个多世纪的唐帝国 最终是宣布灭亡 而在唐帝国灭亡以后 中原一带是陷入了一个 持续了大概50年左右的 五代十国的混乱状态 而在中原再次陷入混乱的过程中 原先一直活跃在 辽动地区 以及内蒙古一带的 游牧民族契旦人 则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开始对自己的势力 进行了扩大 公元926年 在契丹人首领阿宝基的率领下 数量将近7万人的契丹军 是从长城内外两个方向 一起对满洲一带的渤海国 发起了突然袭击 在经历了一场 维持25天的攻城战以后 渤海国的首都上金龙圈府 最终是被契丹军所攻破 自此以后 渤海国宣布灭亡 而在渤海国灭亡以后 契丹人是在原地点 建立了一个临时的傀儡政府 叫做东丹国 但是这个东丹国持续的时间 只有短短十年 在十年后的公元936年 契丹人是废除了东丹国政府 然后把整个渤海国原来的领地 全都并入了契丹人的势力范围之内 而当时由契丹人所主导的 这个庞大帝国 在地址上的名字叫做大契丹国 也叫做辽国 而在30年后的公元960年 中原地区的南部 最后是被宋帝国所统一 所以在当时的中原地区 其南部和北部 是同时出现了两个重量级帝国 分别也就是宋帝国和辽帝国 辽国和宋国这两个国家 在成立初期是战争不断 而至于辽国 它除了和宋国之间 有着矛盾冲突以外 它在当时还和处于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 也同样是处为一个敌对状态 在公元993年到1020年 这大概27年的时间里 辽帝国和高丽之间 总共是有过五次大规模的交战 而这五次核战 在地址上是被统治为辽帝战争 在这五次战争当中 除了第四次核战的情况不相以外 其余四场战争全部都是由辽帝国 主动向高丽发起进攻 当时辽帝国的目的非常简单 他们就是想把整个朝鲜半岛 完全纳入自己的势力版图之内 但是在高丽军的顽强反抗下 辽帝国的战略目标是一直都没有达成 在这一系列战争当中 对于辽帝国来说 最佳的状态也就只是跟高丽展开谈判 而把高丽纳为自己的从属国 进行朝贡而已 至于让其他人对朝鲜半岛 进行直接统治这一点 辽帝国是从来都没有达成过 而除了朝鲜半岛的高丽 不断在受到辽帝国的打压以外 在满洲一带 另外一个族群也是同样受到辽国的欺压 而这个族群也就是女真人 由于辽国的壮大 女真从公元10世纪末期开始 就是一直依附在辽国的旗下一求生存 但是在依附于辽国以后 女真一族是连续不断的遭到压榨 而这种情况是持续了将近一整个世界 在公元1114年 女真人最终是受不了辽帝国的统治 从来掀起了反旗 而当时带领女真人进行起义的领袖 则是一个叫做完颜阿古达的人物 在完颜阿古达的领导下 女真人是接连战胜辽帝国的军队 并且迅速地过大了自己的势力 于公元1115年 完颜阿古达在满洲的上金会宁府 也就是现在的哈尔宾一带 接起了自己的政权 国号叫做金 也就是所谓的金国 为了继续和辽帝国作战 当时的金国是个同样与辽国 处于敌对状态的北宋结为了盟友 而双方决定以南北夹击的方式 来共同消灭辽国 金国和北宋之间的这一场同盟 在历史上是被叫做海上之盟 根据海上之盟的约定 如果北宋和金国能联手消灭掉辽国的话 那么金国就需要把华北一带 包括北京在内的燕云16州的领地 全部划分给北宋 而燕云16州以北的地区呢 则全部都归金国所有 海上之盟成立的时间是在1120年 但是在1120年同年 北宋内部是又爆发了非常大规模的民教徒叛乱 也叫做方拉之乱 由于方拉之乱的缘故 宋军主力是没能及时参与和同盟国 金国之间的军事行动 但是尽管如此 在缺少盟友配合的情况下 金国仍然是仅靠一己之力 在战场上是单方面的压倒了辽国 而于一年后的1121年 在终于平地了国内的叛乱以后 迟到了将近一整年的宋军主力 这个时候才开始向辽国领地的燕金一带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发起了进攻 但是面对辽军惨党的抵抗 宋军主力是接连遭到败倍 而为了能够尽快拿下燕金 宋军方面是请求了金国军队进行协助 在金军的进攻下 燕金是很快的就宣布沦陷 按照当时海上之盟的条约 宋国希望金国能够按照约定 将燕金还有燕云16轴的领地交还给宋国 金军方面在最后是遵守了约定 把领地全部进行了返还 但是这是建立在了一定的金钱基础上 由于在攻打辽国的行动中 宋军不仅仅迟到 他们在战斗中几乎是完全没有起到任何有效的帮助 而且燕金一代完全是靠金军主力单独拿下的 所以就算双方是同盟关系 金国也不可能白白把这些领地就这么送出手 所以金国在当时就提出了一个很公平 甚至是大有优惠性质的条件 宋国若是想要活这些土地 那么就必须要进行购买 最后宋国是花大约30万段的丝绸 六点阿顿的白银完成了这笔交易 于两年后的1123年 女征领主完颜阿国达病逝 而金国的皇位则是有他的弟弟完颜无极满继承 在1123年到1125年间 女征人是完全驱逐了辽帝国 在华北和内蒙古一带的势力 尽管围绕辽帝国的战争告一段落 但是就在这段时间里 原本是互为盟友的金国和北宋之间 却又突然爆发了战争 公元1121年 金国手下的一个叫做张觉的将领 是在暗中投靠了北宋 由于张觉是当时金国旗下贫州的管理者 所以张觉的叛变也就意味着金国丢失了贫州这一块土地 而在北宋方面 在张觉投靠北宋以后 宋国却是非常热情地欢迎了这一位金国的叛国者 并且还赐予他相应的官位和头衔 而在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金国方面的反应是非常的愤怒 所以就以这个事件作为主要的导火线 在公元1125年 金国是亲近全国之兵对北宋发起了侵略 而金国的这一场大共和侵略 在中国历史中也被叫做金康之变 在金军的进攻下 北宋的首都开封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宣布贡献 北宋宣布灭亡 而当时的金国皇帝 由于担心女真领地扩张的速度太过迅猛 所以在控制整个华北地区以后 金军主力是暂时停止了继续南下的脚步 而借着金国主力停止前进的机会 北宋的残余力量在中原南部的临安 也就是现在的杭州一带 是开始重新建立政权 而这个新政权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南宋 到了这个节骨点上 肯定会有观众疑问 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来介绍女真人的历史 这个其实非常有必要 女真人跟朝鲜半岛的历史文化 是有着非常深刻的交集 后来建立李氏朝鲜的开国皇帝李承贵呢 虽然目前还没有百分之百确凿的证据 但是根据日本历史学者的推断 它本身是女真人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 除此之外 在后来封城秀吉的文录之一当中 日军和女真部落之间 其实也有过激烈的交涉 而当时负责跟女真部落进行交战的日军指挥官 也就是我们的加藤清政 当然有关这些故事 我们会在之后全部都给大家进行一个细讲 在女真人的金国席卷整个花呗 完全碾压宋国的同一时间 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 在公元1126年是主动向金国表示称呼 之后高丽王国是每年都会向金国进行朝贡 在有了金国的保护以后 高丽国内的社会是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稳定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之前经常引用到的 有关朝鲜半岛的重要史料三国史记 也就是在这一段和平史记里所完成 也正是因为高丽王国在金帝国的保护下 享受了长时间的社会和平 所以当时高丽国内负责政治的文官 甚至宦官的地位是越来越高 而负责军事的武官们的身份 还有立场则开始逐渐受到排挤 由于对文官还有宦官当道的现象感到不满 在公元1170年 高丽旗下的武官郑政府发动了政变 并且废除了当时的皇帝高丽一宗 主要用力傀儡皇帝高丽民宗 之后的高丽王朝也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 由武官所掌控的时代 也叫做武人时代 高丽王朝武人政权的时间 大概是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 这里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虽然这最开始是由武人所发起的政变 但是当时高丽王朝的国号并没有被篡改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武人政权时代只能算是高丽王朝历史中的一部分而已 而我们为什么要把高丽武人政权的这段历史 专门挑出来讲呢 因为类似的政治格局也同样发生在了同期的日本 AKA平氏政权和联冈幕府 平安时代末期到联冈幕府成立初期的这段历史 也是原本地位低下的日本武士阶层 逐渐走向政治中心的特殊时期 所以同时代的朝鲜半岛高丽国的武人政权 也是经常会被日本的历史学者们 拿来和原平政权进行比较 有关两者之间的相同点 还有不同点呢 我们就留在下一期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讲解 而下一期的内容 除了讲解武人政权和原平政权的区别以外 我们还会简单的涉及到一部分有关日本和原帝国的历史 如果可以的话 我其实也很想把李氏朝鲜建国的故事也包含在下一期的内容当中 当然这个完全要看我的稿子会写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如果内容太多的话 我还是会考虑把李氏朝鲜的内容专门分出一个单片来讲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先暂时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故事讲的还不错 那就请大家帮我按赞和分享 如果有喜欢战国历史或者亚洲历史的朋友们 也请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而跟作者我本人相关的脸书 IG还有推特链接 我都已经放在了下方的简介栏 如果有兴趣跟随的朋友非常欢迎 好了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